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分享总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业务消息领域首选 Rocam Q4 主要是对过去几年的Rocam Q4.0的一个发展 做一个总结 其次就是我作为云厂商的一个开发者 然后来分享一下云厂商眼中 或者是我个人在服务于云厂用户的同时 或者是参与Rocam Q各种各样不同特性的开发的过程中 所做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 如果说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启发 那就最好不过了 第三部分呢其实就介绍一下Rocam Q5 那Rocam Q5呢 它整个架构的一个引进呢 还有特性的一个迭代呢 其实就是发生在云压商理念 被大家所广泛接接受的这么几年的一个时间 而且呢它也是就是说 在云上服务于上万家用户企业的一些 整个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它是生云云长云云的一带架构 第四部分呢其实就是Rocam Q5.0的一个Landescape 方便社区的小伙伴呢能够参与进来 能够积极的为Rocam Q5.0的发展呢 做出做出贡献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业务消息领域 Rocam Q4 第一部分呢就是Rocam Q的发展历程 Rocam Q呢其实开源时间从2013年算 过去应该有挺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它在2017年正式从阿帕奇基金会毕业 成为阿帕奇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开源项目 那从此至2018年开始呢 就是说在毕业之后 那么Rocam Q4.X架构发布了接近20个版本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 开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云烟生架 云烟生化架构的这么一个眼镜 包括跟云烟生热点技术的这么一个结合 那在2021年的今天 那Rocam Q4.9.1版本刚刚发布 那Rocam Q5.0呢其实社区的一些小伙伴 也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参与跟讨论 Rocam Q5.0的preview分支呢 其实如果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人家集成了非常多5.0的一些全新特性 那我们或者是社区的小伙伴呢 其实给Rocam Q5.0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含义 就是Messaging Streaming跟Eventing的一个超融合的一个处理平台 我们希望在云烟生时代Rocam Q呢不仅仅在Messaging领域 同时在实时计算跟事件领域呢 其实也能够发挥出更多的一些价值跟作用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Rocam Q4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新制是什么呢 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最佳最最多或者大家提的最多 或者在不同不同的meetup上或者分享里面 最多的一个就是微服务业务消息领域的一个首选 因为大多数公司在使用Rocam Q的时候呢 选择Rocam Q的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把它放在业务的一个核心链路上 那这是Rocam Q4.0的这么一个架构 那它其实总共分为两部分内部server跟broker 然后包括当然大家所知道的producer跟consumer啊 这里这个图可能有点问题 所以说呢给外界就是说给社区的小伙伴带来的第一个印象呢 就是它是一个极简的这么一个架构 它有着非常低的一个运维成本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由于它是服务于整个业务消息的一个核心链路上 所以说它的稳定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呢第二个特别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性质就是金融级高可靠 那在金融行业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一个用户都在使用Rocam Q 那在8月14号的一个Meetup里面 其实就是来自于顶级一些金融企业来做一个Rocam Q的一个分享 那这个Meetup呢在深圳有线上直播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第三个呢就是Rocam Q非常丰富的一个消息类型 所以说呢它能够非常方便的去方便业务的同学 进行一些业务上的一些开发 包括事务消息啊延迟消息啊 然后顺序消息啊普通消息requestreport相关的一些消息类型 进行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些支持 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高吞吐跟DNS 那高吞吐这一方面呢其实是每个消息产品 所拥有的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Rocam Q除了对吞吐方面要求非常高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延迟方面的一个诉求 因为它服务的一些领域呢其实都是业务消息领域 那其实用户体验延迟是直接影响的用户体验 所以说Rocam Q的这里面呢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去被大家所认可的 那所以说呢Rocam Q的这种极简架构 无任何外部依赖的这种理念的发展下呢 其实Rocam Q的启动一个Rocam Q的集群非常简单 当然在K8时呢会更简单你直接下载Rocam Q的operator呢直接一键就可以拉起一个Rocam Q的一个集群了 那其实基于架包呢也就是用两个命令 你又可以轻松上手Rocam Q 所以说呢这种极简架构呢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保证呢 其实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是什么呢 让人睡得着觉的一个消息产品 这也是表明了Rocam Q有着极低的一个运维成本 这也是Rocam Q社区选择Rocam Q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由 随着就是云渊生时代的一个全面到来呢 Rocam Q在生态上面其实也积极的跟云渊生去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云渊生热点的技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合 包括我们看到了nvoi service match领域的nvoi depra serviceless领域的knative可观测领域的open telemetry 然后就是普罗米修斯 还有就是最直接的kbis的这么一个结合 那在Spring Cloud的社区呢 其实Rocam Q已经成为Spring Cloud的消息领域 一个最热门的这么一个实现 从史大树呢 已经开始甩开其他的一个消息产品 正在跨步的眼镜 那在messaging领域呢 一个丰富的生态呢 当然其实也是支撑了我刚才说的 那个业务消息领域出现的这么一个地位 除此之外呢 Rocam Q在eventing领域跟Streaming领域呢 也在进行了一个积极的探索 包括eventing领域的一个connector 在云上呢叫做eventing bridge 跟云产品事件的一个打通 在开源里面呢 可能更多的是CDC的这样一个场景 比如说从马亚Circle同步数据 到HBase这样一个场景 那在Streaming领域呢 Rocam Q近年5.0里面尤其是 会提供一个原生的一个轻量级的实时计算框架 后面会给大家介绍到 包括跟Storm 跟Flink 其实也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基层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messaging领域 Streaming 里面的一个 完整生态呢 使得Rocam Q提供了一个自闭环的这么一个能力 从业务消息领域的一个进入 到业务消息的一个实施处理 然后包括到从业务消息 包括业务数据 到一些大数据场景 或者是离线处理计算的一个connect 的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 使得Rocam Q呢 可以就是成为一个消息计算 或者实时计算的这么一个平台 可以让更多的业务或者是轻量级的计算 发生在Rocam Q上面 避免了一个技术占膨胀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由于Rocam Q在内核方面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这么一个特点 包括对于稳定性啊 包括对于丰富消息类型的一个追求 还有包括生态的一个积极的演进 吸引了非常多的一些用户 包括顶级的一些互联网公司 物流公司 金融公司 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能源的相关的一些企业 那其实这些企业呢 并不是说Rocam Q做的有多么的好 但是呢这些公司呢深度参与到社区里面来 确实给Rocam Q贡献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 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呢 就是说能够深度参与进来的这些公司 另外从提交代码上来看呢 Rocam Q最近的几个版本 其实来自于阿里外部的一些企业 贡献的代码已经超过了60% 那证明呢 Rocam Q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区 也就彻底的不存在了就是说 厂商绑定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理念 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这也是Rocam Q的一些企业用户呢 选择Rocam Q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了 作为一个原因 厂商的一个开发者 那么在过去服务云厂用户的时候 我又有哪些信德体会呢 所以第二部分呢就是云厂商眼中的云原生 其实是我个人过去工作经验的一个总结 这不一定对 但是还是希望呢能够讲出来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那这样就更好了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云原生 那这个图呢 其实包括这句话 大家已经看的非常多了 我就不再说了 这里面其实只要是有两个点 第一个呢就是云计算的它一些架构理念 分布式虚拟化等等 还有自恢复高可用 这些呢可能大家也听的比较多了 那怎么去实践能够 第二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呢 就是说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 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实践云原生架构的这么一个理念 可以最大化释放云计算的一个技术红利 好像有点问题 然后帮助我们呢 更加聚焦因应业务本身 那怎么去落地云原生呢 它其实CNCF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司啊 或者是云厂商其实也做了一些总结 主要是这四块 微服务容计划 Develop CICD 那这一块呢 那其实大家可能在外面听的也比较多了 而且呢就是说大家随着越来越多用户 或者企业的一些上云呢 其实这个大家已经不再陌生了 这里就不再可以给大家介绍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云计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处 然后我利用云又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那么它有什么问题呢 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就看云原生 带来哪些挑战 那其实左边这个图呢 对于市区的同学啊 或者是对于一些云原生 或者一些开源软件背后的一些商业公司啊 或者是单纯的作为一个企业的一个中间链部门呢 其实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 其实在云方面呢 它也是有多种各样的一个形态 首先公有云、专有云、混合云 那在底层的S层有ECS、物理机、K8S、容器 各种各样的一些S层的一个架构 包括我们在存储介质上的一个选择 包括我们在部署上或者交付上的一个架构 比如说独占式的混布啊 或者是独立交付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用户的一个上云 好像我也没有做什么改造 就直接上云了 那这里面好像又有什么一个问题呢 我难道就能说自己是云原生了吗 其实这个并不是的 那当前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于大多数一些开源软件 或者是一些技术架构 或者一些公司来说 它只能说它能够基于云去交付跟部署 它是还是Cloud hosting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怎么才能去变成Cloud native的这么一个状态呢 我们首先就要去看它有哪样的一个挑战 我们怎么样去通过架构的一些演进 来避免这些挑战 或者解决这些问题 那首先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 集群节点的异常会成为常态 因为不管是在混合云 还是就是公务云上面 随着节点数的不断的一个增多 然后其实很低的一个故障率呢 都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量 就是说你能感知上的一个节点的这么一个异常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K8是广泛的一个采用 其实我们所依赖的一个服务 因为调度能力的一个提升 它有可能随时在进行迁移或者是重启 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整个架构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 第三个呢就是原员生对弹性的要求呢 其实开始从物理资源变为逻辑资源 那以前我们都说弹性弹性 那其实我的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就是我的broker 可以说开几个ECS或者在K8S上自动的去进行一个CubeScape命令 我就弹出来了 那其实今天为止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逻辑资源的一个弹性的 这样一个诉求 第三个就是S成的多样性 当然可能很多同学来说K8S已经帮我屏蔽了 其实说如果说我真的去做一个Cloud Native的架构 其实S成了一个多样性的这么一个能力 还是要去考虑的 包括网络环境 比如说VPC网络跟经典网络 那它其实面临的场景是不一样的 Overlay网络跟Underlay网络 它其实我带来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提升 其实又是不一样的 包括可运维可观测 那整个就是说刚刚提到节点 可能随时在进行迁移或者重启 那肯定带来一个可运维可观测能力的一个提升 还有就是多株的一个环境 那在云上天然是一个多株的一个环境 那怎么去带来 去保证一个网络跟安全隔离的一个诉求呢 还有就是无线资源跟有线成本 那云提供了一个无线资源 那怎么去控制你的成本呢 第三最后一个呢 其实就是说冗长的一个请求链路膨胀的技术站 因为云上什么都有了 那我怎么去控制自己的一个膨胀的技术站呢 其实这个不管是对于开发来讲 还是对于运维来讲 其实面临大的挑战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只有你去解决好了这些样的一些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出了 你只有去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么你才能说自己是一个Cloud Native的 这么一个架构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的一个工作时期 时间里面呢 其实我也总结出来一个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首先呢 就是云原生架构 首先它是一个面向失败的一个架构 刚才提到了节点的一些迁移或者是重启 然后物理节点的一个当机 然后整个容器节点的一些当机 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 那所以说呢 我的要求我的架构必须要做到简洁 我的系统的复杂度必须要降低下来 然后才能去避免一个故障的一个传导 所以说呢 在这个与此同时呢 会全面的提升 全链路的一个可观测性 第二个就是松山偶合 松山偶合呢 不仅仅包括就是说 依赖服务的一个松山偶合 比如说我如果说依赖了Rulekeeper 我怎么在Rulekeeper挂掉之后 依然能够提供服务 然后在Rulekeeper好了之后呢 我依然能够达到一个这么治愈的这么一个状态 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的节点之间 其实也要去做到松山偶合的 就刚刚提到了 内幕Server的一个挂掉 其实完全不会影响到博物客的这么一个可用性 所以说呢 他这样只有这样呢 就是说你才能在园上进行大规模 Scale的一个同时 或者是缩放的这么一个同时呢 能够提供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可用性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技术架构设施的一个解好 首先呢就是K8S友好 这个可能大家都那个提到了 那K8S友好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是 我怎么可以利用充分利用技术设施 去提供一个可用性呢 还有就是我怎么通过是 资源的一个引入方式 能够充分的利用云资源进行一个交付部署呢 比如说云上一旦有云盘了 那我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多部分的这么一个能力 那显然是不需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极致弹性 刚刚提到了逻辑资源 逻辑资源 逻辑资源 然后这个呢 其实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运为动作的一个确定性 比如说我在进行扩容的时候 我的流量到底多长时间 才能导入到 或者调度到我新扩容的一个节点上 所以说呢 这就需要我们提出一个 我们的架构必须有精对的一个流量的 这么一个调度能力 同时呢就是说 不能对客户的一个自身的服务 引起太多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延迟 还有一个呢就是单架构多产品 多产品的一个适应能力 这个是可调度性的一个深入的一个体现 因为在阿里云上面 其实就是说 它通过单架构的一个产品 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消息的一些类型 很多AMQP MQTT 那其实可调度性 那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整个提供服务的一个根本 包括在混合云里面怎么输出 在专用云里面怎么输出 在公务云里面其实怎么输出 我的节点之间怎么去进行的组合 所以说我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大家一定要就是 我在这里再重吓 就是可调度性是分布式架构 跟云烟生架构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区别 还有一个呢 就带来了另外一个 就是思维上的一个变化 就是平台化的一个思维 高内居的自闭环能力 还有就是避免技术战的一个膨胀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基于在ROCAM Q5.0的架构设计里面 其实也是遵循了这些原则的 那接下来第一部分就是生于云 长于云的这么一个ROCAM Q5 5.0 那我首先来看ROCAM Q5.0的原动力有哪些呢 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或者是从市区的角度来说 ROCAM Q5.0 它到底是怎么去产生的呢 首先ROCAM Q5.0的原动力来自于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开源社区 那开源社区服务于这么多的一些用户 那每个用户都有不同的业务场景 所以说第一个呢 就是社区不同公司丰富的一个使用场景 第二个呢 就是由于刚刚提到了 ROCAM Q主要服务的是在线消息领域 那业务数据 那业务数据它的业务价值 它的它的价值天生其实是比日子数据相对来说是高的 所以说呢 这就诞生了一个旺盛的一个高价值业务数据计算的这么一个诉求 所以说这就是ROCAM Q 为什么会在Messaging领域去继续的拓展 Streaming的这么一个领域 第二个呢 就是云消息服务 那个这个是 因为阿里云呢 是ROCAM Q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参与者 跟贡献者 跟建设者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云上服务于数据家企业的这么一个经验沉淀 还有说 整个在云上生育云 涨育云的这么一个发展路径能够沉淀到社区里面去 所以说呢 基于开源社区跟真正的在云上进行交付 部署开发迭代的这么一个理念的这么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呢 其实诞生了整个ROCAM Q5.0 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生育云 涨育云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架构 那刚刚的一个架构可能提到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比较多 那怎么去落地呢 其实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ROCAM Q5.0 是一个高SLA低成本的这么一个架构 这是我们不管ROCAM Q在云上生时代 还是微服务时代 还是前面的分布式时代 他所一致去追求的 SLA永远是ROCAM Q生命的一个保证 第二个就是可调度性 这里再强调一遍 是分布式架构跟云上生架构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那这里面其实一句话概括下来就是任意组件的重塑跟组合 它用来适应多样性的这么一个场景 可困展性跟无限的支援利用能力 这个就不再提了 因为其实其他的一些产品讲的也都非常多了 还标准化 这个也是一个开源消息产品 或者是云上商业服务所赖以生存的这么一个基础 那我们首先来看就是可调度性 那可调度性呢 其实就是可调度性这么一个理念 其实是完整的贯穿了整个ROCAM Q5.0 架构了一个发展 也在接下来PPT里面会多次提到 那这个slogan就不再提了 首先呢 我们从上到下去看这幅图 ROCAM Q5.0 它是提供了一个轻量级的SDK 它把以前的rebalance逻辑 未点管理的逻辑全面都放到了服务端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多元友好的这么一个形态 然后呢 整个客户端呢 也彻底消除掉了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它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多好的一个被集成的一个能力 那在协议的选择里面呢 其实除了以前的remoting协议 包括云上的MQTT协议 MQP协议的一个支持之外呢 全面切换成了GRPC协议的一个支撑 第二个呢 就是极简架构 极简架构的ROCAM Q5.0里面 依然不会引入外部的任何依赖 所以说呢 还是会保持一个运用极低的运为负担的这么一个特性 还有呢 就是节点间的松散偶合 任意的服务节点可以随时进行迁移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调度性的另外一个体验 就是可分可合的一个存储计算分离 博客呢 它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状态节点 然后用于承载不同的协议 对消息的领域的一个处理 包括对事件领域的一个处理 其实都放在了计算节点上 包括刚刚提到一个多株啊 还有订阅上面的管理 其实都放在这上面 然后包括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 其实它是可分可合的 用于就是适应这种的业务场景 那博客在混合云里面 可能就是合起来比较 比较常见一点 然后就是说 用来降低运为的负担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多模存储的一个支持 用来满足不同基础场景下的 一个高可用的一个诉求 这种高可用的一个诉求 比如说我提供单副本 那单副本 我可以跟云盘进行一个整合 比如说 因为我如果说 我的架构是一个多副本的架构 又不能就是说 进行一个多模支持的话 那其实我一旦提供了一个 三副本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其实在由于云盘的一个使用 其实我变成了九副本 相当于我的数据呢 存储了九份 那其实其实当然的 他提升了数据的一个可用性 但是呢 其实对于成本的一个浪费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呢 第二我们在这里面呢 其实还是想充分利用 云上的一个基础设施来降低成本 最后一点呢 其实就云原生基础设施的一个广泛使用 包括这里面可观测性能力 或者就是可视性的一些改进 还有就是基于K8S的一件事的部署 扩容跟交付 其实这个呢 已经在社区里面广泛使用了 最近进来的社区的一些用户呢 基本上都基于Rocamq的operator 进行部署的 那他其实可以一件 就在Rocamq 去拉起一个集群 然后方便一些运维的管理 那这个就是Rocamq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包括可调度性的一个全面提升 包括可以多模存储的这么一个支持 而云原生基础设施的一个更深入层次的一个整合 那首先第一部分呢 就是可分可合的一个存储计算分离 那么刚刚也提到 它的可调度能力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增强 其实我们过去 对于整个存储计算分离架构的一个引进呢 一直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在大数据场景下呢 一体化部署提时 它可以提供一个就近计算的整备能力 而且它可以极大的降低带宽的一个成本 其实我们在云上也试过 因为一旦存储计算分离之后 它的网卡的成本 还有流量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 有些时候呢 它是并不划算的 当然呢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理念 在存储计算分离之外的另外一个理念 就是就近计算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领域 就是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在最靠近数据的地方去做计算 所以说呢 RocamQ呢 提供可分可合呢 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考虑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业务消息的一个场景 其实一体化的部署可以极大的去降低延迟 而且呢它的就是说它的运维负担是比较低的 当然呢 它存储计算分离之后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好处的 就是可以解决网络隔离的一些问题 尤其在多VPC网络下呢 那其实还是说需要一个计算节点 能够更好的做一些网络一些节点 当然呢 那我们做云上就是分离部署的这么一个前提呢 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些新硬件的一些加速 走一些内核旁路的一些技术呢 把它的一些就是说延迟啊 或者是一些性能上的一些影响呢 都降到了一个最低 基于这么一个考虑呢 其实我们才会去选择一个存储计算分离的一个架构 因为我们还是要进去进最大的一个考虑 努力呢去降低就是说架构眼镜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 那在存储计算分离之后呢 其实整个计算集群呢 就变成了完整的一个无状态的这么一个集群 包括多协议的适配 不同领域模型的一个适配 包括Rocamico所特有的一个广播的这么一个模式 还有就是Rocamico相比于其他的一些消息产品 提供了一个服务端的一个计算能力 包括Tag的过滤 包括对Sircle的一些支持 还有就是相比于其他产品 Rocamico原生支持了一个消息轨迹的这么一个能力 还有多株的这么一个能力 那这些呢 后面都会放到去 放到计算节点上来 而且呢整个计算节点呢 他其实也把客户端的刚刚提到的 客户端的负载军容逻辑 未典管理逻辑 都放到了计算节点上 而且呢他没有任何的topic binding的这么一个前提的条件 你可以任意节点进行受发 你不需要就是说某一个topic的节点消息 发到某一个topic上面去 所以说呢他尤其在云上 尤其在云这么一个场景下 他的多VPC的接触是非常友好的 还有就是秒级弹性扩缩 弹性扩缩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没有rebalance的一个负担的 因为博客节点他也是无状态的 他没有rebalance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计算能力的一个增强 更加就是增强了一个tig 跟circle过滤的这么一个能力 还有就是高性能的一个多模 存储的这么一个机群 这一个呢其实也是可调度性的 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体现 首先呢就是workmeco 相比于其他的一些消息产品 支持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类型的消息 那在存储里面 其实我们原生的就是整个的存储里面 这里面包括普通消息 事务消息 定时消息 顺序消息 从事消息 实性消息 其实都是在存储方面 就是深层次的一个定制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跟其他消息产品 所本质上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认为整个workmeco 或者其他消息产品 它不仅仅是中间链 而且它是一个存储的一个产品 那其实怎么去做好一个存储产品 它其实是非常难的 但是它的理念呢又是非常简单的 它其实就是数据跟索引的一个关系 那workmeco 它其实也是这样一种理念 那所有的消息呢 都是写到commit log 里面 那我们怎么去支撑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呢 其实就是多元索引的这么一个支持 那基于同样的一份数据 那其实我们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消费索引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常见的一个 在使罪名领域 或者是在message领域 你一条一条的去消费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其次呢 我们在败奇领域 在5.0里面 进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增强 那我们构建了一个P的一个索引 就是说消息呢 可以P量发 P量存 P量收 那这样的话 会极大的去降低了 提升了workmeco的一个 败奇的这么一个能力 除此之外呢 包括对定时消息啊 事物消息 还查询啊 劣势的一个东西 查询啊 这样是在消息领域呢 其实我们也构建了各种各样的索引 在未来呢 为了更好的去 这种实施计算的一个诉求呢 其实我们也会发展历史索引 然后更好的去增强 workmeco的一个计算的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说呢 我们本质上的一个追求呢 就是说 就要通过一份数据 多副本的一个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提供更多种索引呢 然后满足不同的一个场景 还有一个呢 就是灵活的副本选择策略 能够充分利用云盘等云上基础设施 这里面呢 可能有本地块设备啊 或者云盘的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在单副本下来刚刚提到 我可以直接部署在云盘上 因为云盘提供了一个多副本的一个能力 其实我没有 我就完全没有必要 自己去管理多副本了 然后在存储方面呢 其实也会去做一个深层式的一个优化 包括泰尔的Storage 就是多极存储 低延迟的一个读写护次 然后冷热隔离啊 还有就是说能够更好的去支持更多的一些partition 那除此之外呢 workmeco还提供了流PET的一个数据访问方式 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图呢 可能在workmeco以前的架构 或者是在那个卡布卡的那个架构里面 是大家被非常诟病的 比如说像consumer 第二个consumer 他负责不同博客的 co2的这么一个消费 那如果说他一旦夯住了之后呢 那其实可以看到 其他的一些consumer在非常空闲的时候呢 co2依然是堆积的非常严重的 因为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其实有一个consumer跟kill的一个 或者partition的一个绑定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这一个队列一旦rebalance 完了就属于这个consumer 这consumer一旦出问题之后呢 他其实是不能充分利用一个计算资源的 那我们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能不能就是说不要有这种绑定关系 我一个kill呢 可以给任意多个consumer去进行一个消费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变成下面的这样一个架构 一个partition 支撑无上限的这么一个consumer的一个读取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workman5.0的一个读取 就是我们叫做pop消费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他其实就是通过博客用对立所进行控制的一个并发 通过一个ck消息 其实就定时所影的这么一个能力 用来控制位点 然后包括 acq消息也能记录一个消费的一个结果结果 然后最终做到了就是说什么呢 他消除了对立的这么一个概念 任何一个就是kill 可以被任意一个consumer去进行消费 一旦consumer2 比如说夯住了之后呢 那其实整个的消息也可以由consumer1 跟consumer3去进行一个负载 所以说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无绑定的这么一个光线 就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博客端模糊了对立的概念 consumer端完全消除了 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呢更好的提升 就是说 消费端的一个消费能力 所以说呢 这里面有个两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服务端负载均衡 它消除了consumer跟kill的这么一个binding的一个关系 一个kill呢 可以有多个消费者进行消费 而且呢他没有任何的rebalance的过程 可能在卡发卡里面 可能在卡发卡里面 大家比较常见的是我新加一个节点 那卡发卡要进行rebalance 那在rebalance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会对我整个消费速度去进行一个影响 会有影响的 第三个呢 就刚刚提到了 集训中某些消费端的假使 其实不影响整体的一个消费进度 因为consumer2夯住之后 那这个消息自然而然呢 就被consumer1跟consumer3所拿走了 这里面还要带来一个我们自身架构眼镜的一个 一个非常的好处呢 就是客户端更加清亮 它已经没有了多少行代码了 因为逻辑呢都放到了服务端 所以说它的多语言非常友好 后面呢大家也可以就是积极的参与进来 非常容易你就可以写一个多语言的一个客户端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streaming领域呢 其实它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能力 就是流皮一体的一个能力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streaming领域 它其实对于顺序性要求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我今天要下单我的库存呢 我可以通过实时去接收消息呢 能够看到有多少用户正在下单 我无路不留信息的一个流转 那其实在streaming领域呢 就是说就我可以看到单一的一个消费者 然后保证顺序的 第二个在batch的一个场景下呢 尤其对于历史数据的一些读取 比如说我要分析一下 我以前就是昨天的这些 这个时刻呢就是说又有多少同学下单 然后我要准备多少一个库存 其实在这里面呢 其实说我希望的是什么呢 我能够提供无数多的一个consumer 能够来提供一个更加的一个并发 读取的这么一个能力 因为在p处理这个场景呢 它是等数据来了之后再进行计算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对于顺序的要求 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就希望提供一个batch的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说若可民Q这种流皮一体的数据访问方式呢 也可以极大提升了一个历史数据的这么一个读取能力 而且配合着刚刚我说的一个batch的这么一个所以 那它其实以整块的方式也可以就是说 更高性能的方式读取下来 提升整个若可民Q的一个batch的一个处理能力 而且consumer呢就是说起多个 然后加快读取的一个速度 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还有一个在云原生领域 还有就是stream领域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极致的一个弹性扩缩 左边的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若可民Q现在的一个架构 若可民Q现有的一个架构呢 它其实对立是一个逻辑是物理上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对一个运维成本是非常友好的 而且它可以通过进读进血的一些策略呢 能够非常快速的实现流量的这么一个调波 比如说把博物克2进血之后 或者是这一个对立进血之后呢 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把流量切到存活的博物克1上面 然后我如果说需要扩容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节点加进去 那这个流量以秒级的形式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同步到新加的一个节点上 所以说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扩容的一个能力 但是很多用户呢 其实在stream领域呢 它其实希望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次它是希望有一个无限存储的这么一个能力 第二个呢 它其实还希望一个就是我在扩容的时候不改变分区数 所以说呢 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考呢 提供了一个逻辑对列的这么一个设计 那逻辑对列呢 它其实就是说 我把物理对列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就是组合 我这一个逻辑对列呢 可以分散到不同的一个博物克上面 比如说这个逻辑对列 那0到100在博物克1001上面 这一段呢 在1002上面 那这一段呢 在1003上面 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它把多个物理对列 串联成了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对列 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我如果说想进行扩容的时候 我直接加一台节点进来 然后我如果说不想改变分区数呢 那其实我可以直接把它合成一个对列 那在合成一个对列之后呢 它其实相当于消费呢 还有就是发送的 其实自然而然的 也就把流量切到了新加的一个节点上 而且这个也是秒级生效的 它对于整个运维动作的处理 流量的调拨 它是非常精准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提供了一个秒级弹性扩缩的一个能力 不管是在逻辑对列里面 还是在物理对列里面 你只要加进去 你只要改变一下它的原数据 那立刻它的流量就切换上去了 所以说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这么一个操作 而且非常快 而且这个过程中不像卡夫卡一样 有大量的数据复制 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原数据的一旦改变 那它其实整个流量也就完成了调拨 而且呢 在整个里面呢 它其实不会增加运维负担 另外逻辑对列 它其实相对来说 它对运维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个我们也是有深入的一个体会的 所以说 在这里面呢 我们提供了一个双模对列的一个兼容 默认的还是就是 World-on-Q原有的这么一个对列的模式 可以指定单个topic开启 就是说 逻辑对列的这么一个能力 如果说大家只是在业务消息领域 或者一些 对于partition数量 不太重要的一个场景呢 其实依然可以沿用以前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列模型 还有呢 就是轻量级的一个实施计算 那轻量级的一个实施计算 是World-on-Q面临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 这个呢 会在7月10 8月14号的一个 World-on-Q的meetup 会做一个深入的一个解读 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三块去 希望完整的去覆盖整个World-on-Q的实施计算 对整个实施计算的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覆盖 第一部分呢就是R-Streams R-Streams呢 其实就是通过World-on-Q的一个rebalance rebalance的一个能力 World-on-Q Streaming的一个 还有State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存储能力 然后提供就是World-on-Q的一个轻量级的实施计算 在这个实施计算里面 框架里面呢 对常见的一些算子和window 还有Join 其实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 包括对微表也提供了一个相关的一些知识 大家可以就是 下载下来可以非常容易的就去写一段 轻量级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实施计算 而且之下的rebalance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轻量的 它对资源的利用率也是非常 它对资源的使用要求呢也是非常低的 也只需要扩实力 那通过World-on-Q自身的一个rebalance的一个能力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扩容的目的 除此之外呢 World-on-Q在R-Streams的一个基础上提供R-Circle 那R-Circle呢 其实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理念 就是生态完全兼容的这么一个理念 我们会在这里面兼容flink常见的一些circle 包括对于UDF UDF UDTF 也会进行一个兼容 除此之外呢 就是World-on-Q也积极的在与flink社区进行一个整合 最近呢也完成了flip 27 跟flip 143 这么一个最新的一个connector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实现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work-on-Q社区里面去方便的下载进来 所以说呢 在轻量级计算领域呢 大家完全的就是可以用work-on-Q的R-Streams 这么一个框架进行的一个实时计算的这么一个处理 如果说通过R-Circle呢 你也可以就是说只去写一些circle 然后完成一个D代码的这么一个开发 然后如果说希望有个更加强大的一个计算能力呢 因为work-on-Q会尽大最大努力去兼容flink社区的一个生态 那可以就是说尽量的无缝的迁移到flink的这么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计算框架里面 而且呢也可以就是说直接采用work-on-Q的connector 能够把work-on-Q的上下游的数据呢 然后集成到flink里面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计算 所以说呢work-on-Q会通过一个支撑实时计算能力的一个支持 还有就是flink connector的一个支撑呢 来提供就是说对实时利益领域更好的一个支撑 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work-on-Q5.0的landerscape 那在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逻辑 首先发布的就是5.0preview 这个已经完成了一个就是说整个代码的已经完成了一个冻结 在work-on-Qgethub work-on-Q的主仓库的5.0preview分支上 那最后近期呢会进行一个迪迟价格跟发布 那接下来呢就是work-on-Q实施流计算框架的一个发布 这整个一个发布呢 会在刚刚提到8月14号的一个meetup上面 然后呢也会提供P处理P索引能力的一个支持 刚刚提到了就是说一份数据多元索引的这么一个能力的一个具体体现 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5.0版本的一个正式发布 这个是在9月份 然后会提供一个httpeer加CRPC协议的一个支持 包括轻量级的客户端 最后呢就是在eventing领域 eventing领域呢 work-on-Q会把云上的就是event bridge全生态的这样一个开源 全生态呢进行一个开源的一个支持 包括AMQOP MQTT协议的一个支持 还有就是刚刚所说的轻量级的可分可合的一个存储计段分离一个支持 如果说大家对社区里面5.0架构的一个眼镜的话 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参与到社区里面来 一起来把work-on-Q5.0变成一个真正的消息事件流的一个操纵和一个平台 好今天的分享呢总共就是分为这些部分 然后呢 左边呢是work-on-Q的官微 然后近期呢会发布work-on-Q5.0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动向 还有就是一些圆满的一些解析 而其次呢就是work-on-Q的丁丁群大家也可以加入进来 然后参与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讨论 然后跟我们做一些线下的一些交流 好感谢大家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社区里面经营issue啊 或者是在邮件列表里面经营提问 或者是在丁丁群里面经营反馈 好再次感谢就是说apache count的相关的一些同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